Hmmm 嘿大家好 我是SKY 終於 終於回到我們的選秀剪評啦 幹選交都快過一個月了 還在剪評第六順位我的天啊 啊對了 然後由於時間被自由市場術評拖到 已經7月中了 還在選秀 真的也是 蛤蠻詭異的啦好不好 所以之後會兩三隊 三四隊一級 來加速完成這個系列 總之以下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正題吧 上季季中扶陣助教Ryan Sanders 並在季中找到新的營運總裁 Gerson Rosas後 回廊的陣容也將重新以新高層 和新戰略團的方針來整頓 而根據Rosas所指出 回廊上季有兩大問題 分別是外線空間拉不開 以及防守系統的不良 前者除了側翼外線全面性的不穩 然後Draftig又心態炸裂 每次空檔三分都不投以外 和後者一樣 我想都跟老席的陣容配置有關 老席之所以被淘汰 就是因為他思維太過實 堅持用慢速又沒有外線的傳統大前鋒 不僅導致空間難以拉開 防守端也經常導致對手 只要輕鬆一個擋拆 灰狼弱兵協防的防線就會徹底崩盤 所以灰狼早在選球開始前 就打算向上交易 並且根據消息 他們的目標就是兩個 優先是補外線的Dareth Garland 其次目標則是補防守的Jarred Covert 而交易對象的話 由於4的醍醐 要求拿Robert Covington 但是灰狼堅決不給 呃... 廢話 因為他已經是全隊唯一一個 有外線又有防守的人拉幹 所以最終 只能和6的太陽大神交易共識 用完全和陣型不合的Dareth Sarich 和11換來6 並在確定Garland在5倍選走後 立即確定用6選叫Cover 老實講 陣容本身強度 以他們的順位來說 實在不算高的灰狼 難在本屆用不適合體系的球員 換到適合體系的高順位 光是這樣就穩賺不賠了 而當然 Coverland灰狼的事情 還是有挺多疑問的 畢竟我們都知道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穩定的外線 而現代籃球你空間拉不開 比賽打好這件事 不過Cover優秀的防守 職業態度 苦劍特質等等 都是灰狼整個球隊非常缺乏的 他和Covinton來季 應該有機會為灰狼 注入非常不一樣的休息室氛圍 或許在球隊文化逐漸改正下 也更有機會把Andrew Wiggins的 許多問題給修正過來 同時不擅長弱邊接引 擅長自行持球打擋拆的Cover 在缺乏外圍持球突破點的灰狼 應該也能打他最習慣的擋拆 發起點定位 讓他能更快適應聯盟 繳出一定水準的數據 下一季Cover和Towns的擋拆配合 應該會是挺值得觀察的 而我想這期也是灰狼 明知他外線不穩 卻仍願意賭他一把的緣故 而第二輪灰狼選進了 Washington的得分好手Jalen Novel 我其實挺喜歡這個選擇的 灰狼在側翼防守者上 去年新選的Okuugi和BetaSkiUp 事實上他們並不是那麼缺乏防守者 他們缺的是防守默契 和有效的防守系統 因而這時選擇能單打 能接引的自走砲型球員 是很合理的 其實就我看來啦 Novel的基本功算是扎實 我還蠻看好他成為板凳上 有一定效率的得分點 而剩餘操盤上 從勇士交易進ShabarSnapier 可以補上替補控球位置 Treyfran Graham 則是符合艦隊方針的防守型側翼 老實說啦 灰狼搶不到敵人 就說Russell真的也不能怪他們 上回的影片已經有人提醒過我 藍網需要先牽後換才能新出薪資 所以既然拿KD的同時 順手交易出D-Low 就是最簡單直接的做法 那灰狼自然是一點機會也沒有啦 然後在交易後 薪資有薪的他們 在剩餘動作中分別牽下了 Jordan Bell Noah Vonley Jack Layman 前兩者可以兼打4-5號 後者可以兼打2-4號 很明顯就是在補強4號的深度以及速度 尤其後兩者都可以充當延伸型4號 也顯示出灰狼終於要順利潮流的態勢 同時Bell和 Vonley 迅速靈活的協防能力 應該也能頗大程度的減輕 Carl Anthony Tiles的防守負擔 讓他能更專注在進攻上 整體來說 灰狼並沒有什麼改變球隊上線的大動作 不過迎來改變了他們 明顯自知問題在哪 並在有限性之下 針對性的修補 算是很成功的重組底部 公牛今年的選修很難說是成功 不過居然騎是類似的道理 騎實在是個太尷尬的順位了 網上他們除了Chris Donne以外 缺乏籌碼 往下騎這個順位又不夠的吸引力 所以找不到買家的情況下 缺乏控球的公牛 最後只能以不變應萬變 選擇了該位置上僅剩的控球Kobe White White的運球能力 體能 判斷能力等等 這些對控球來說 最最重要的基本功都還有待加強 不過整體來說 不用先發擊球員的角度來看待 純以攻擊型控球來說 他依然算是天賦很不錯的球員 尤其雖然傳球視野有限 不太能穩定看見弱邊射手的機會 但在擋拆上他的技能包非常齊選 擅長利用掩護後的時間差 以刁斷的運球進行切入破壞 在擋拆後分球給內線的能力 也在水準之上 這對於體系重視高位擋拆的公牛來說 無疑是個益柱 另外無球部分上 但被公牛淘汰的原因 正是因為沒有外線的 他和Stick Ruffin很難搭配 而White的Kitchen Shoe 則是他目前最極佔力的技能之一 所以雖然我對他沒什麼愛啦 但Kobe White和公牛的視性其實是OK的 不過以防你忘記了 這一切的前提都是他不先發的話 畢竟公牛對控球需求最大的節奏掌控 正是White的第一弱項 其實我實在不覺得短期內 他的決策能力跟節奏掌控 可以有太大的進步 首先公牛已經宣布 會讓季外牽到Thomas Saturansky先發 White也就可以在公牛缺乏得分點的第二陣容中 毫無顧忌的展現自己瘋狂射手的火力 我想也是美食一裝啦 長期來說呢 老實講我還是不覺得White 會成長完公牛先發控球的陣結 不過公牛這兩年就準備要衝擊季游賽 對季游賽球流來說 板蛋能自行突破的持球點是很重要的 因此第七順位這個選擇 雖然缺乏想像 但卻也是既實際有實用啦 至於第二輪選進的中鋒Daniel Gafford 我不曉得還有多少人記得去年的決定返校前 他原本一直都是預測樂透順位的 只是這代表空牛撿到寶了嗎 呃 並沒有 能跑能跳體能優秀身材也很好的Gafford 先天條件上是沒有太多破綻的 但他有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就是他的腦袋 Gafford在場上的專注力始終偏低 經常會有防守晃神 無球防守漏人等狀況 尤其開蹲下放低重心卡好位置的時候 他常常會站的直挺挺勞任由位置被要走 加上攻守的站位跟走位也一直沒有什麼進步 這種腦袋有動類型的球員 說實在能立即打出成績的真的很少 遠一點的就是Javel McGee 近一點的就是賽爾提克的Robert Willis 雖然他今年夏季聯盟打的還不錯啦 所以我實在不覺得Gafford能成為什麼二輪黑馬啦 不過公牛對他的要求應該也不多 畢竟Window Carter Jr.歸隊後 已經說了夏季會提速多打小球的公牛 第二陣長的5號應該也會有不少時間 給Larry Markkinen來吃 加上技外野輕人能堅打4-5號的3DS Young 所以Gafford只需要能替代掉板凳末端的Felicio就好 就算他再不專注偶爾上去吃個10分鐘時間 應該還是可以的啦 整體來說 公牛的兩個選秀都沒有什麼想像性 而我們多半會期待選秀球員 能夠在未來成長後 帶來更多刺激和變化 而這兩名球員 放在那個定位大概過個兩三年也就是那樣了 所以 嘖 怎麼說 看今年公牛的選秀就是一種騷不到養處 但仔細想想又說不出哪裡不好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但退一步來說啦 畢竟球隊就是剛好有兩個合適的角色空缺 放在那邊給他們填 所以人就算是符合體系和陣容需求的補強 且從最後整個操盤結果來看 節奏長勘有Satiransky 板凳砍分有White 板凳內線有漾 內線的保險有Gafford 公牛還確實把大部分陣容的缺陷都給補上了 所以這個夏天 實在得給他們的管理層鼓鼓掌才是啦 再來是巫師 在Kim Radish Seku Domboya等天賦更高的球員代選之下 他們打了個安全牌選入八村壘 不過可以看出巫師真的是非常重視他喔 驚嚇全面不蓄留所有的大前鋒 徹底清楚發揮空間給他 而八村本就是基本觀念和基本功很好的球員 雖然我選秀觀察也提過他體能不是那麼強勢 而確實夏季聯盟看起來也是如此 但只要有足夠的上場時間還揮灑空間 我想八村靠著藍板和走位能力 新秀年應該還是有不少的機會 繳出場均雙位數的得分 甚至在大量的球權下苦練型的八村 搞不好真有機會達到Paul Millsap 這個天花板也不一定 而二輪選擇的Admorals Crufield 雖然爆發力普普 但身材非常壯碩 橫移靈活動畫速度也都在水準之上 應該成為不錯的外圍防守者又具備一手良好的投射能力 而拼盡案投射永遠是二輪球員經典不敗的成功特質 我想兩年內他打進輪替並不是沒有機會 但整體來說啦 我並不是很能看到巫師的操盤方向 放掉陣中多數自由球員 交易或短約簽入暫時能頂替輪替的打工仔 但同時卻又堅持不賣Bradley Bill 完全搞不懂他們到底打不打算重建 不過或許是有鑑於今年選秀抽籤制度的改變 讓巫師覺得不必刻意大談 又或者是他們打算且戰且走 一邊把八村練起來 一邊等John Wall的回歸吧 老實講理性來說 這也不實為一個想法啦 只是我實在對我有傷口的狀態 沒有太大的信心就是 太陽 呃 幹原本自由市場之前是想要稱讚他們的 現在這樣我真的是不知道該下什麼結論啊 好啦 單頓選秀的話 太陽總是做的不差啦 有鑑於過往時代中太陽太重視天賦累積 長年累積低完成度的天賦型球員 在教練和養成方針上 卻要偷工減掉一直省錢 這種超暴幹矛盾的問號操盤 自然就導致天賦兌現率低到靠北 所以新總管James Jones 在本屆選秀完全走一個穩扎穩打 把天賦擺一邊 視球隊戰力空缺來補的路線 而不得不說 第一比和灰狼交易Daryl Saric 和11 真的是還蠻漂亮的啦 Saric不是灰狼要的3D類型 但他是有外線 能高位作戰的全能型4號 絕對能夠和Diondra Aten 做出很好的高地位搭配 同時新教練Montwellens 在76人也和Saric合作過 就算不能用到完美 至少也都清楚他的用法該是如何 而11的選擇上 太陽破天荒選金 預測手輪中厚動的 Cameron Johnson 即便這確實有過早選 應該可以向下交易得到更多籌碼的嫌疑啦 但至少視性上 Johnson有本屆最好的無球跑位和投射腳步 完美的延伸型4號 絕對也是Aten能搭配的類型 同時能夠游走在45度角 及底角埋伏著他 無疑也非常適合搭配Devon Booker 再來首輪中段 太陽將過去用Eric Blasso和Greg Monroe 換到的公路2020首輪 送到Saric換到24以及Aaron Benz 並最終用24選項冠軍控球Titron 好啦有看文章的應該知道我不喜歡Titron 不過我當時的想法是 以他的能力以及疑慮來說 他預測的順位實在是太高了 可是倘若將他放在太陽的陣容內 其實算是合適的 Juan Ron有很好的籃球智商和比賽理解 又有一手K準球能力 以及良好的節奏掌控 即便我不認為他大學的切傳可以轉移上NBA 但射手加控制節奏這兩個任務 他做起來的效果應該會比上季負責這塊的Tiler Johnson好很多了 同時Benz是所有球隊都會喜歡的藍領苦弓 他的防守能力和籃板能力 比上季的Rotron Holmes更穩 又已經練出基本的空檔底角三分 對於太陽的陣型來說是100%完美千合啊 所以這樣來看 太陽確實選的很棒 幾乎每一名選入或交易進的球員 都服服貼貼的照著球隊站立空缺 實在是沒什麼好抱怨的才對 個屁啊 雖然這可能有些離題啦 但Jones驚嚇整個操盤下來 出現一個極大的隱憂 從把先發主力Tiler Warren貼籤賣掉 到明顯過早選擇Cameron Johnson 到最近就貼籤把正宗天賦最高的 Josh Jackson賣掉 先不用吵Jackson有什麼場外問題 重點是降賣就是賤賣過頭了 這三個案例中 太陽理應能再拿回同樣的報酬的同時 換到更多的未來資產 可是Jones直接跳過所有可能的補強 只想盡快得到他要的那個結果 甚至為了得到那個結果 他可以粗糙的倒貼資產 來賤賣有價值的東西耶 太陽這種做法就是你買100元的東西 結果你直接丟三張青元大招還說 不用走了 一樣的好不好 你他媽土豪是不是啊 結果論來看啦 太陽的確拿到了他們要的東西 問題是過程中付出的代價不成正比啊 而操盤的好壞 就如我上一支影片反覆強調的 不是看結果 看最後的陣容就好 而是要看過程怎麼做 以及長遠是否留有資產和後路 太陽這種照三層撒錢當大爺的做法 遲早會把未來的後路跟資產都賠光 好啦 暗於長度還是四對一集就好 那麼接下來的影片也敬請大家期待啦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吧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下喜歡 或是分享出去讓更多更多人看到 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也熱烈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呢 你也可以說到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不會錯過我現在影片囉 除此之外 如果不前期長篇文字與分析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FV粉狀來晃晃一同討論籃球 OK 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SKY 期待下一支影片播出的時候 能再與你們相見